在我们进入学校开始学习文化课 成为学生的那一天 就发现有学霸和学渣之分 有的学生就是听课领悟能力强 学得快 而又学生学得慢 进步的也慢 那学习钢琴呢 什么样的人会是不适合学习钢琴的呢 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学习钢琴需要大概具备下面这些条件 一爱音乐 爱钢琴 这个条件是无庸置疑的 也是最基本的 相信只有你喜欢音乐 喜欢钢琴曲 请音乐 才会想要更好的学习钢琴 学钢琴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一时兴起就能学好的 两手部力量以及手指条件 相信我们听到的钢琴老师都对我们说 学习钢琴是不需要计较手指长短的 手指长的人对于钢琴学习是有一定优势的 手指短的人呢 三听力的敏锐度 很多人都不知道学习钢琴与听力有什么关系 良好的听力与音高辨识度 是对于后面学习钢琴有很大帮助的 前不久在娱乐节目王牌对王牌中 华晨宇在听一首歌倒着放 都可以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 这就充分体现了 听力在音乐学习中和钢琴学习中的重要性 专业的钢琴演奏都是需要通过听觉来调整的 也是保证我们练琴成果的关键性因素 钢琴家钢琴家聂高之诚说过 听觉越是迟钝 所以演奏的声音和表现的内容 也越是代板每首钢琴曲都有着自己的情感和节奏 而这些情感和节奏都需要自己通过耳朵去辨识的 所以说 学习钢琴 听力非常重要 是一颗此之以恒的心 学钢琴学书成效的人不是那么多 很多人都不敢很自信的说 我会弹钢琴 我弹作的非常好听 因为钢琴是一门艺术 一门学问 而学习也是学无止境的 而很多人都是因为 一时的喜欢决定了学钢琴 然后在接触练琴这件枯燥又无趣的事情之后 就半途而废 这对于学钢琴来说就是致命伤 中上所处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学习钢琴 一对音乐对钢琴的爱度不够 三天打鱼两天赛亡 两手步 手掌 手指条件薄弱 三听力不好 对音乐的敏锐度不够 是一时兴起 容易半途而废 对音乐的敏键